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衛生防護中心公佈香港今天是新增29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 當中17宗是本地感染,12宗屬輸入性個案 另外還有33宗初步確診 下一則消息,去年9月29日就有大批黑衣人在港島非法集結 當中一名男子飛腳踢向執法者的腰部被控襲警 被告認罪之後只是被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襲警這麼嚴重都只是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亦都評論說到 起飛腳都只是80小時,那個官在想什麼呢? 沒有挑釁之下都在襲警 當警察做出一些令暴徒激動的行為之下 暴徒再起飛腳,是不是會更便宜呢? 是不是要簽守行為呢? 對我來說,這一個案件是判了等於沒有判 Simon,我自己也想問多一個問題 香港是不是正在做一個犯法大便賣呢? Sorry,未必是大便賣,更加像是免費任拿的 好了,看完一些法治的消息 希望會上訴,老實說 之後接下來下輯消息 和大家看有關於教育的事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天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 表示已經要求教育局局長制定一套計劃 全面在學校開展有關憲法、基本法、國歌條例、香港國安法的教育 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國民意識和國家發展的興趣 林鄭月娥也表示 從過去幾年多次的政治風波 可以清楚地看到 有反中央、反政府的勢力 通過不同的途徑滲透校園 希望教育界對相關問題有深刻的體會之後 能夠明白中央為何必須在國家層面 為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為何在這一步的全國性法律當中 有兩條條文是直接和學校有關的 林鄭月娥也指出 自去年六月起 受勵風波引起的暴力違法事件 不單止令到香港飽受創傷 法治受到衝擊 亦都再次讓不少人深感香港教育問題嚴峻 他亦都指出 令人震驚的是 在事件當中 一共有三千多名大中小學的學生 因為參與違法暴力事件而被捕 佔所有被捕人士40% 而學生當中 18歲以下的警員也佔了四成半 除了大量的學生被捕之外 重大和理大的事件也都反映出 大學校園好像變成了暴力的溫磋 林鄭也都繼續指出 中學廣泛有學生組織人鏈 叫有港獨含義的口號 令人極度擔心 排斥國家和反對政府的思想 已經值根起時下的青年人心中 他亦都提到 受例風波亦都催生了一些中學生連線組織 起到鼓吹罷課 甚至港獨 更讓人擔憂事件 反映部分學生的手法意識薄弱 經過暴力洗禮的青年人 似乎習慣了用口號和抗爭手段 去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爭取自己的利益 不以為只要持續進行破壞 將違法抗爭行為合理化行常化 就能夠逼到政府讓步 和多元社會為和平共處 而必須推崇的理性討論 換位思考背道而馳 今天林鄭也都說 香港年輕一代所出現的問題 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問題 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問題 並且說到不解決政治問題 更好的教育措施 更多的教育資源 也都難以扭轉局面 他還說到 教育的政治問題 和香港社會整體的政治問題 是分不開的 歸根究底就是一國兩制的建設問題 他也都指媒體對國家的負面報道 對歷史的錯誤表述 對政府和執法機構的時矣抹黑 都在反映了教材 課堂教學 考試題目 學生的課外活動等等 大家看到 香港政府現在推動完 港區國安法之後 當然還有後續 但它緊接著 是香港教育的問題 或者叫教育方面的事情 我怎麼看呢 我首先是認同 第二件事 緊接著是香港教育問題 而 看回國安法的話 其實國安法是一個很全面的解決香港問題 其中一個方針 或者一個方案 不論短期的極端暴力 乃至長期的外國組織 勢力在滲透 乃至顛覆國家政權 恐怖組織 甚至乎其實現在我覺得 都有一些恐怖組織 這樣國安法都能夠解決 而香港的教育呢 出了一些問題 它在香港現在佔什麼地位 我覺得是屬於 問題的根源 之一 直接一點說一句 很濃縮地說 香港的教育 現在根本是一個 黃絲蟑螂的生產工廠 這是事實 然而我也認同 林鄭所說的 那個叫做 香港的教育 沒有問題 而是被政治化了 香港的教育 那方面硬知識的教育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整個教育系統 被人政治化了 那 他現在推出的 叫做一套計劃 我暫時所理解 會不會是增加固定的 一些課程 一定要在那段時間裡面 然後去教一些 一些新的教材 有關於國家的基本法 憲法 國安法 國家發展等等 這些事情 去教給學生 OK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過去大家看到 不論通識 甚至入面的教材 就是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另一件事 教育被政治化 這件事 除了教材之外 我覺得 另一件事 不可忽視 就是那些執行者 就是大家所多些看到的 就是老師 老師其實都只是前線來的 他們是前線到 誤導學生的 就是 怎麼說的 錯誤表述歷史 促意負面 報道國家 抹黑執法機構 政府 那些 除了教材改變得到之外 大家早前 是不是看到那個 那個什麼戰爭 不好意思 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那個直播教 上課的老師 其實那個教材 我看不到有什麼絕對問題 但是老師一樣可以靠自己 去灌輸一些另類的思想 去給學生 這些 這一群人 難道沒有問題嗎 那 怎麼處理這群人 喂 就算我們看到他們爆發了 上了台面 大家看到了 但是我們大多數能夠得到 的處理結果是什麼 我那個老師不教這個科目 轉第二個科目 我那個老師不教這間學校 轉第二個學校 我那個老師 對呀 不做前線教育 我做後部 所以就去製造教材 你死不死呢 是不是 那 這一系列的行為 很明顯是上面有人補他的 大哥 那老師 就是 執行者這一群人 是不是有沒有問題呢 需不需要加以限制呢 那我就覺得 我不排除林鄭月娥 一套計劃當中 有沒有這一部分 那 但是他整段發言裡面 全部都是學生 學生 學生 你不說一下 那些學生是被老師製造出來的 那 但是 但是我也十分之同意 政府是要推動這方面的東西 那 現在推動了教材 或者課程時間的事件之外 那 之後 需要關注這些執行者的事情呢 我覺得 我們市民要值得關注 那 接下來 最後部分 和大家看一位觀眾的留言 那 觀眾就說到 Simon 你所說的確實是現在的情況 我非常擔心 往後那些黃絲會怎樣 美國不會就此罷首 只會更加嚴厲 不知道多少眼的亂猛 真是令到我國孤軍作戰 我真是不明白 上帝耶穌是不是照顧好人 宗教的部分不討論 如果看回香港這一部分 我確實是認同的 絕大部分的普通人 是會對這一種的所謂 黃絲的事情 或者叫反中的勢力 在香港 接下來會怎樣 事件發展成怎樣 我講講自己的看法 整件事件是戰爭來的 全面爆發時間 在2019年6月左右 全面以極端暴力的方式 全方位打開 那些媒體集中地去抹黑 報道 當中的一些人 在背後的起底 當中那些所謂現場的 一些自稱記者的人 怎樣有組織地做什麼 那些前線自稱和平示威 而不斷在飛磚頭 飛鐵通的那些暴徒 他們如何有組織地 在什麼地方 在什麼時候 掘磚頭 拿工具過去 然後在地盤 運鐵通 這些事情不需要組織 當那個時候 他們是全面爆發的 2019年6月 而之前 其實是更長的一段時間 他們稱之為滲透期 當中 大家看到 例如林鄭剛剛所說 學校都有這種組織 都有這種反中 反政府的組織 在那裡滲透 現在還坐牢的人 有些人 我之前有某些影片說過 幾年至幾多年 他們專門在中學 不斷做什麼 用什麼手法 建立什麼組織 幾多年至幾年 在不同的大學 什麼部門 什麼學科 專門做這些事情 乃至怎樣逼人站邊 這些是滲透 而去到2019年 才能夠 一下揭這麼多張牌 進行這一次的全面爆發 而大家也看到 事件一路發展 暴力也都一路升級 用刀的也好 用燃燒彈的也好 是不是 而事實當然 現在能夠理解到 他們能夠再爆發這個大規模 極端暴力的可能性 是低的了 即是他們能夠動員這些暴力的力量 是低的了 近乎我覺得是低到可以控制的水平 所以警方的防部隊的人數 開始可以減少 去配合普通的正常運作 而之後會怎樣呢 之後呢我會覺得是不同的領域 例如教育領域 醫療那些算不算 公務員算不算 法官那些算不算 不同的領域進行對抗 進行對抗 那 因為他們不像之前 這樣 有這麼多張牌 一下揭出來 但是也不能夠否認 他們還有牌 例如法官怎樣處理 我看不到 我自己覺得是法官是有問題的 不是說所有 是有些 但是怎樣處理 我看不到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別人揭了牌的了 知道了 偵測到這個敵人的了 但是怎樣處理他 市面上看不到有人說到 我很坦白說 但是起碼看到別人不斷地 將所謂緊餘的牌揭出來 那就去解決這些問題 而整個角度上 特別是政治這一方面 是的 言而 宏觀一點這樣說一句 美國不會就此罷首 多少眼聯盟會令到我孤軍作戰 其實我又不是很認同這句話 如果你說整體上 比起以前更加誇張的時候 就說回89年的事件 當時是整個西方 我不需要解釋那些抹黑等等的事情 他們都是聯合敵視我們 用各種的手段 對不對 但是今天呢 你都懂得說多少眼聯盟 乃至其實 多少眼聯盟和美國 是不是有全面統一的行動呢 都看得出不是 而更加遠一點的 看到是什麼 是歐洲 歐洲其實跟美國本身 是不是真的 這麼意見統一呢 行動統一呢 不是的 你越來越看得出 歐洲的不同的國家 現在呢 其實是不想 被美國欺負的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 美國是 一個世界霸者 超級強國 而他其中一件事 他是會有 欺負其他國家的 但是歐洲不想 但是過去沒有辦法 因為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但是現在看到 不是說中國崛起 是美國自己走下坡 歐洲人就未必再去配合美國做些什麼 那這些 這些 稱之為 總體的西方力量 他們其實現在是分開的 歐洲 越來越有 自己的一些想法 五眼聯盟 我覺得 其實不是很能夠 統一跟進的美國 美國自己的急速衰落 穩落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 未來 我覺得 中國 面對兩大群組 俄羅斯估計是盟友 我會看 除了說 了解西方的話 西方會越來越分開兩大部分 就是歐洲 和美國 會越來越區分得到兩者之間 是有分別的 其實 就不代表著 過去他們是 高度團結 一致 對中國 點點點 那個角度已經不同了 所以 我很認同一句說話 近期 中央都有播出的一句說話 中國 看人面色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我當初在2019年 那個 七十週年 國慶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已經有意識到 國慶之後 中央那個 很多時候 那個外交人 那個外交部的發言人 說話的態度和以前不同 因為以前的 中國說話不會 立場 堅挺堅硬 但是現在 他會很明確 捍衛自己的利益 和過去明確不同 我們也不擔心 去打這場 抗爭 也可以說 未來 其實這個疫情 也好 這一場 舊的超級大國 運到新的超級大國崛起 這個過程是有混亂 之外 全世界其實可能會 有一個比較 那個生活會差一些 的時期 而在這個這麼差的時期裡面 其實中國已經是比較好的 那一個 很簡單的 用股票去想 全世界都跌的時候 中國能夠保持 哪怕 1%的增長 你都已經傲視群豪 這個就是現況 好了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 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